大家好,我是炼雪狂风 今天聊一聊盆景的艺术价值 盆景能给人美的享受 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家居环境里 有着一盆充满艺术气息的盆景 既能陶冶情操 又能领略到大自然的景色和风貌 还能在不知不觉间 提升自身的艺术素养和审美 这就是盆景艺术的魅力 人们喜欢盆景 除此之外 还看重它们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为此被收藏的盆景也越来越多 盆景不像盆栽 它们有很大的生殖空间 我们平时栽种的一些花花草草 都属于盆栽 寿命有限 种植简单 除了能够装饰家居 美化环境 陶冶情操之外 是没有其他的附带价值的 而盆景一般寿命较长 甚至是可以传世的存在 经过多年 甚至几代人的培养 雕琢 艺术价值极高 内涵深厚 经济价值自然随之上升 而这些具备了增值潜力的盆景 同时也具备了别的盆栽 不具备的特性 那就是它的艺术性和收藏价值 自然成为收藏家们的宠儿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 不是所有的树桩 花草 栽到盆里都可以成为盆景 也不是所有的盆景 都可以成为艺术品 那些经过简单盘扎 批量出售的 自然就不用考虑了 真正的盆景一定具有艺术观赏价值 其作为一种优美的珍贵的艺术品 它的艺术价值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造型 创作技艺 以及包含的艺术境界 盆景是形 神 意 趣 兼备的造型艺术 其源于自然 却高于自然 是对大自然优美景色的再现和升华 将人工技法有机的融入盆景造型中 有虽有人做宛若天开的艺术效果 盆景浓缩多姿多彩的 大自然美景与盆器中 以缩龙成寸的手法 表现了名山大川等优美意境 所以把盆景称为活着的艺术品 一点都不为过 关注我 了解更多盆景知识